和这个是段教科书中的中国 西汉张坚通水系与丝组之路 成为东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主要通道 通过这条古道 中国的丝绸刺器 丝绸打紧铸铁等技术传到了中亚欧洲 丝组之路横跨欧亚大陆 而位于欧亚大陆内部的中亚地区 有南北等多条大陆贯通东西 原先的诚实而繁荣 在漫长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得了教科班的经济收益 所在中国与西方中国在天文、立法、数学、医学、音乐、舞蹈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这些在汉兽斯坦历史教科书中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充分肯定了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 丝绸之路始于黄河流域 据中国史记记载 丝绸之路从公文前二世纪 丝绸之路